40岁是健康的分水岭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心血管病委员会主任委员洪昭光也强调说 40岁前,人能胡吃海喝,以命搏钱 40岁后,如果继续透支健康,最后可能真的只能拿钱买命 因为40岁以后,体内的SOD超氧化物其化酶 可排除体内自由基活性降低一半 退黑激素分泌量也下降一半 整个人的抵抗力明显变差 所以,40岁前后是一个人开始保养的第一个关口 而很多人不注重保养,不是头发白了,秃了,胃老先衰 就是医生病,得了糖尿病,心脏病,癌症的人比比皆是 更有甚者,有的人已经去了,错过了40岁的保养时机 就一定要抓住65岁的第二个关口 到了65岁,SOD和退飞激素分泌量又在下降一半 身体日益衰老 如果到了65岁,您身体健康,吃妈妈香 那恭喜您,您是健康幸福的 而也有很多人在65岁时,已经和慢性病,老年病斗争了十几二十年 说不上九病成一,但也备受这些慢性病,老年病的折磨 这个时候,就要赶紧抓住这人生的第二个关口了 那么如何抓住这人生的两个关口 一,明医每天必喝这一方,保命严寿 台大医院主治医师免疫学博士孙安迪讲述 十年前,我进入40岁关卡,当时仗着自己体质好 根本没什么养生保健的观念 每天为了各种事情忙得焦头烂额 往往深夜两点回家,清晨六点又赶着出门 长期睡眠不足,我还是硬撑过来,从不觉得有需要特别保养 而且,我从小就是提健将,爬楼梯时一口气爬上六 七层很稀松平常 但是,有一次,竟然爬两三层楼梯,就觉得喘 那一天,赶着去录广播节目三个小时 话说到一半,就上期不接下期 出现这些警讯之后,我才开始警觉 身体不对劲了 透过学术交流会的机会 我开始接触中医与中草药 原本的想法只是要找到一贴经济适用的中药方 帮助病人改善身体机能 后来发现中草药中的黄芪、红枣可提升免疫力 自己先生体力型喝了半年多 觉得效果不错 所以也建议病人回家试试看 我把黄芪、红枣的分量做法印成小传单 凡是来看门诊的人就给他一张 建议他们去中药房抓个七天份的黄芪、红枣回家熬来喝 可以促进人体活性,增强抵抗力 后来我又加上枸杞,把黄芪、枸杞、红枣三味中草药组合起来 大力推广 不少人陆续反应 喝了几个月后发现体质大有改善 这碗黄芪、枸杞、红枣汤的做法简单 用两碗水加生黄芪四前、枸杞三前、红枣三前 以小火熬煮,浓淡不拘 如果嫌麻烦 也可以一次熬气天份的放冰箱冷藏 要喝时再加热饮用 这个汤是温补汤,黄芪可补气补虚 人体内自由肌的增加是衰老的主要原因 黄芪可以消除自由肌 黄芪多糖还可以保护人体免受自由肌的影响 起到延长细胞寿命的作用 枸杞可补羊滋肾 红枣可补气健脾 经常服用 可增强免疫 延缓衰老 有糖药病的人 必须减少红枣的使用量 以免血糖升高 二 走路快慢 可预测寿命长短 2019年刊发在 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 Jama Network Open上的 一项杜克大学研究 对同一出生时期的 1037人进行了贯穿一生的追踪 结果显示 中年时期的步行速度 可以作为大脑和身体衰老的指标 该研究的受试者 均出生于1972年4月至1973年3月 从他们三岁时开始 研究人员就每两年采集一次 他们各项身体指标的信息 包括智力 语言 运动技能 体重 血糖 血压 血脂 呼吸系统等身体机能 和生理健康指标 在他们45岁时 研究人员还额外进行了步行速度 大脑影像 认知功能和面部衰老程度测试与评估 分析结果发现 走路慢的人肺 牙齿 免疫系统状况都更差 抓握力更弱 平衡力差 手眼协调性也不好 大脑更加显老 大脑体积和表面积更小 而且大脑皮层厚度也更薄 认知能力下降更快 此外 走路慢的人 念不年龄也更大 急更显老 北京老年医院 老年健康 与医养结合研究室主任 宋月涛指出 走路快慢可预测 寿命长短是有一定道理 宋月涛表示 走的快特别能说明 心肺功能好 正常人的心率 在每分钟60至100次之间 走路的时候 心脏需要强有力的支持 就像汽车跑得快 发动机必须要强劲有力 试想一下 一名心脏病患者 肯定走不快 同时 走路的过程中 也离不开呼吸系统的支持 如果一个人的肺脏功能不好 走几步 甚至没走路就传起来了 那么这样的老年人 肯定也走不快 预期寿命也不容乐观 宋月涛建议老年人 可以在地板上画一条四米线 以正常速度从起点走到终点 记录下所用时间 再除以四 就可得出走路速度 老年人最好 每年自测一次走路的速度 然后记录下来 与上一年的数据进行比较 当然 并不是说走得快 就一定会延长寿命 特别是已经患有膝关节 各类疾病或者心血管疾病的人 也不能一味地求快 走路是一个全身综合的体现 离不开好骨头 好肌肉 好血管 好反应 当你身体整体状态好起来的时候 你自然会感觉走路生风 动力满满 三 四种食物不妨常吃 抗衰老 记忆力更好 一 南瓜籽 南瓜浑身都是宝 它的籽也是一种营养很高的美食 南瓜籽对中老年人的大脑和牙齿非常好 还有平复心情 防止细胞衰老 提高记忆力 缓解失眠的作用 南瓜籽富含维生素液 能抑制皮肤衰老 防止色素沉着 二 葡萄干 葡萄干中含有的白梨卤醇 可以防止细胞的退化 抑制恶性肿瘤的生长 同时 葡萄干富含铁人素 具有补气血的功效 非常适合有贫血问题的人群 三 开心果 开心果里含有很多花青素 花青素抗氧化的效果比较好 可以说它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物质 开心果的果仁里面还有很多叶黄素 这种物质也可以抗氧化 还能保护视网膜 老年人每天可以使用五六颗左右 开心果还能够保护心血管 让心血管更加健康 同时还可以调节免疫力 增强自身 对病毒的抵抗能力 四 桂园干 桂园安神 一起补血 健脑抑制 提高记忆力 所以桂园是一种补品 吃太多 肯定会上火 所以桂园最适合那些体质虚寒 以及年老的人来吃 患有健忘 以及失年多梦的人 也应该经常来吃一些桂园 不过 体内火气比较大的人 建议少吃一些桂园 我给你吃饭 也会是一种补物的 也会有健康 我们的家人 也会有健康 我们的家人